昨天晚上感觉怎么样一个晚上 没睡觉 没睡觉都一样 回去的时候天都亮了 然后洗一洗睡觉 睡了四个多小时吧 就来排练了 那环境不错 然后那里就我自己体验洗个澡 水也不错 叶子什么树枝多一点 味道怎么样 有点甜 有点甜 我睡得很好 因为厕所的环境很好 所以我在里面冲了蛮久 就因为厕所还挺大的 所以我就在里面慢慢的观察一下 看有什么 然后就挺舒服的 不过我本来也 我估计他在里面洗睡觉 也没有 昨天还没来得及在里面跑 可能今天嘛 我没泡就这么久 昨天 我一边 今天你们不会用了 我一个人用 今天晚上是要吸水 讲潮 今天要吸水 其实我们国家行商在 就爱想淘汰的时候 跟他们其他都是好朋友 然后就在一起住 就感觉到特别温馨 就跟以前那几个好朋友在一起 比如说武艺 已经跟小弟弟一样 每次聊天很开心 昨天晚上就是在路过的时候 我也一起聊特别开心 还有好多好朋友 探济西 他们都特别好 还成想你们 特别开心 就像个大家庭一样 对而且昨天晚上 我们在录歌的时候 讲了很多鬼故事 然后讲了我们这位 徐家伟同学 非常害怕的 然后晚上跟吴欣佑 在一个床上睡的 很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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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 我让他 不是 对大家都知道 那里面有六个床 我们有七个人 那有一个人就必须要睡沙发 然后但是 我们责任很巨大的队长 他就主动情形去睡沙发 但是呢 因为我 某些原因 就是因为害怕了 什么猛的原因 就有一个床空出来了 然后我就说 那要不让队长 你去睡我的床 队长他不睡 知道为什么吗 他害怕 然后我跟其他人说 我说你们 你们谁 谁让你们的床 给队长睡 然后你去睡我的床 让队长睡他的床 也没有一个人 就空了一晚上 这是为什么 谁怕 谁胆子小 胆子都小 没有 是极其的 好像对 好像是武艺 武艺先聊的话题 对 武艺先讲 给大家讲了鬼故事 大家都很感兴趣 然后就各讲各的 每个人就讲了很多的鬼故事 然后加在一起 就加重了比较恐惧的部分 对 今天小胆子吓我 而且我睡下 因为我腰不太好 感觉比较软一点 是这样的 解释就演示 演示就有事 你就是不敢睡 还也有什么感受 我昨晚睡挺香的 对 他们一边爱吓的那样 挺好吓的 是不是 看你